哈喽兄弟们 欢迎来到刘哥魔玩空间 现在是 嗯 8月2号的早上5点18分 又是一个通宵的夜晚 一个30多岁的大老爷们 抛弃了老婆 然后呢 来跟兄弟们录制视频 能不能够换来一波素质三连 哪怕是一个点赞 对我都是莫大支持 好吧兄弟们 那么今天跟你们介绍的就是 当当当当 好久没做圣衣神话了 对不对 来自万代圣衣神话的 这款最新的产品 这个就是我们的独角兽邪武了 之前的安全帽的吴小强 我已经全部都跟兄弟们 做过视频了 但是吴小弱 我当年只买了一个大熊作席 也给兄弟们做过视频了 然后呢 剩下的这个四小弱啊 就没有买了 正好这一次万代重新洗牌 我觉得又给我一次入手的机会 非常感激 所以说呢 赶紧就入手了 价格方面 我买的现货其实挺贵的 500多块钱 其实好像如果你预定的话 会更便宜一点啊 盒子可以看到 真的是很薄啊 毕竟是小弱 所以说呢 也没啥好说的 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的一些产品 后面都会贴个狗皮膏药 你看 把这个脸都给遮住了 不是很喜欢 然后呢 之前我这款产品 已经在抖音的直播的时候 跟兄弟们拆过包了 然后呢 现在再给兄弟们简单拆一下 里面的东西真的是很少啊 果然是小弱啊 你看一下 这个说明书拿到旁边去 然后只有两层 看到没有 依旧是三代素体 然后呢 那这层就是素体 然后呢 有两个面雕 面雕方面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首先初始状态下 是一个带着微笑的面雕 这个其实 邪武说实话 它长得其实很像心事 完全是一个主角的脸 但是呢 可惜它没有主角的命啊 然后呢 另外两张替换脸 一个是那种呐喊的脸 还有一个是呲牙的脸 刻画的都还算是不错的 另外一层呢 则是圣衣的支架 还有一些其他的圣衣部件 大概就是这些了 东西真的是超级少 更别说什么披风了 你又不是黄金圣斗士 好了 内容物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咱们先拼一下 它的独角兽的圣衣形态 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的 那么经过了一个 很简单的拼装之后呢 这款独角兽邪武的 圣衣形态啊 就已经全部都组装完成了 其实真的是很简单 你看头盔 这个就是胸甲了 然后这边呢 就是它大腿膝盖小腿 这个是手臂甲 还有这个肩膀 还有这个就是裤衩了 没了 就这么简单 这个拼起来 其实也是跟这个 星矢的那款天马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姿态方面呢 非常的愣 然后呢 也谈不上什么美形度了 不过它毕竟是一个 无小弱嘛 所以说咱们也不能 要求过高啊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真的是挺愣的 所以说为什么 我提前先介绍 好了 那么呢 咱们把重心 放到人形组装上面 一边组装 一边跟兄弟们 简单的聊聊天了 OK 那么我们现在 正式开始 人形的组装了 顺便来讲一些这个话题啊 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 很多迷友私信我 让我聊一聊 威匠的事情 可能有一些迷友不知道吧 就是 威匠呢 已经被孩子宝给端掉了 然后呢 黑苹果好像也是被抓了 就大概这个事情 然后很多迷友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留个聊一聊吧 留个说一下吧 到底什么情况 你有什么看法 我就觉得为什么 都来找我呢 那我就简单来说一下吧 就是说 关于威匠这个事情 我本身听到这个消息啊 并没有特别的惊讶 不是说我知道什么 内幕消息啊 就是我 现在 别说什么威匠了 哪怕是一些 第三方的厂家 比如说出现了 被官方给举报啊 然后取缔掉的 这样的一个新闻啊 我一点都不会惊讶了 因为现在就已经 到了这个时候了 就是版权 方面 确实是 交代不过去了 然后呢你也确实是 已经触动到了 官方的利益蛋糕了 所以说官方有任何的举动啊 都很正常 而且你想想看 去年万代 对吧 把同梦EX 同梦EX实际上 是一个第三方厂家 它并不是像什么 龙桃子大巴那种 是完全copy的 它是有自己的设计的 但是你看 还不是一样被干掉了 而且同梦EX 它的那种什么 反万代装甲 反万代包装 然后还搞了一个 什么说明书 美其名曰 这个是配件包等等 其实手段做了很多 结果你看 最后万代要搞你 还是要搞你了 而且我听说啊 我听说 我是听有人说的 他说为什么会被搞掉呢 是万代在咱们中国呢 找了一个相当于是间谍啊 就间谍 在我们本地找了一个间谍 然后呢 去同梦EX的这个工厂里面应聘 在里面卧底卧底了半年的时间 然后呢 取得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证据之后 然后再把泥锅断掉 这个我只是听说的 我只是听说的 并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所以说如果官方想要搞你啊 你搞那些什么手段啊 换工厂啊怎么样 其实没什么用 因为人家找间谍 我觉得如果我是官方 我会这么干啊 我就找间谍去你店里头 去你这个厂里头应聘嘛 然后在你厂里头就呆着 然后呢 直到掌握了证据之后 再把你干掉 就对吧 你哪怕对外再怎么宣称 我这个不是请天助 但是我只要在你的这个厂里头 我看到你在小黑板上面 或者是大家交谈之中 哎 你说这个是请天助了 那就是一个证据 对不对 就就就就这种东西啊 但我觉得这也是个好事啊 就是慢慢慢慢的 咱们的国人呢 也要开始追求去做我们自己的 有版权的东西了 我觉得慢慢慢慢以后也逼着大家 就是不能再走这种捷径了 而且我们这两年的其实也不是说没有好的IP 比如说去年流浪地球 不是也很好吗 然后呢 还有就是哪吒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哪吒不是被万代SHF给做了吗 你想想看 你看我们自己这么好的IP 结果我们自己国产厂家不争气 给万代去赚钱去了 哎呀 所以说我看到这个消息 我自己心里头觉得说 哎呀 其实好不容易出现一个 咱们国人愿意买账的一个好的IP 结果还便宜了别人 但我相信这都是一个慢慢的发展的过程 随着时间的流逝啊 时候成熟了之后 我相信属于我们自己比较成熟的一些 就是你看 你看我们中国也有很好的代工啊 比如说魔兽家的 做的多棒啊 还有很多 然后我们的设计 我们的IP其实也不熟 只是缺少了一些沉淀 缺少一些沉淀 你像高达 像变形金刚 都是三四十年的沉淀 才慢慢的有这个IP的这样的一个价值 哎呀 我那个去 哎 邪舞不要激动啊 不要激动啊 真的是啊 聊到嗨的时候 你自己啊 哎 这次你看他这个肩甲是这样子的 他并不像以前那样扣的 他是这样扣在这个上面 还蛮有意思的 扣好了 哎呦 不知不觉之间 其实也都快穿完了 然后大家让我聊的话题 我 哎呀 老是掉啊 我聊的这个话题 大概就说到这里了啊 反正就是我相信未来 咱们中国不缺好的代工实力 然后呢 也不缺 也慢慢的也会有好的IP 然后呢 我相信未来一定是好的 然后现在的这种官方的这种警告也好 怎么样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事嘛 就是现在已经不允许你作弊了啊 那我们就要靠自己的真凭实力了 好 然后最后呢 咱们再把 哦 他是要把这旁边给他拆掉啊 那我直接把他给插封了 这样也行 扣好 然后呢 再把这边 小耳朵给装上 好的 那么我们 邪武的人行 就已经组装 完成 兄弟们 我的魔玩咨询互动平台正式开通 扫描二维码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搜索刘哥魔玩就能够找到我 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与我互动交流的就赶紧来骚扰我吧 你留言 我回复 包你满意 不说了 我要去回复信息了 那么穿上了圣衣之后的独角兽邪武呢 我个人感觉人形造型方面还好吧 毕竟三代素体啊 总感觉还是有点大头娃娃 虽然说现在新的三代素体呢 在比例方面包括关节紧实度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 已经不太输给EX素体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邪武看起来有一点萌萌哒的那种感觉啊 然后呢 圣衣的发色它是比较深一点的颜色 然后呢跟它的素体搭配起来也还是不错的 关节紧实度这个是大家不用担心的 非常非常紧实 有多紧张 你看一下 跟个铁柜一样 老的三代素体这个腰都是非常的摇晃的 但现在万代调校素体的水平还是很高的 不过值得吐槽就是 你看这一次的这个头发 它会顶在这里 导致它的这个头的可动性有一点受影响 而且我刚才不是经常会把这个肩膀给弹崩了吗 就是因为它这个你看小小撮的 很容易把这个肩胛给顶到了 我感觉这个脖子好像设计的稍微有一点短 还是怎么样啊 所以说头好像活动性也是比较受影响 那其他的活动性都没怎么受影响 就是可以 我看看能不能摆出一个垂地pose 其实我很少给三代素体摆垂地pose啊 来试试看 膝盖这边弯下去看一下 然后呢 它既然有转腰的关节 也有弯腰的关节 来试试看 脚步呢 已经调的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把这边这个手臂给它稍微抬高一点 然后再把这边这个手臂给它伸直来 伸直来不要动 然后这头盔 哎呀 头盔没办法 它这边后面的后发挡住了 所以说它头抬不起来 就好像你看独角兽 顶着你 来看一下 哎呦 你看我很少用三代 我好像第一次用三代素体摆垂地pose啊 哎你还不得不说你看 这种小强啊 它的圣衣覆盖率比较低 所以说可动性方面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你看摆出一个垂地pose啊 很标准的嘞 哎这个不错不错 我都有点想就是放在我的这个柜子里面 就用这个垂地pose了 OK 那么呢 今天非常简单的介绍了这款圣衣神话的新品 独角兽邪武 个人感觉反正 我只是为了让这个吴小弱啊 能够慢慢的收集齐 所以说购买这款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并不算是非常的惊艳的一款产品 当然它各方面的素质还是不错的 四五百块钱的定价 买个玩 那兄弟们如果不计较的话呢 可以是收一收的 OK 那么今天视频就会结束了 喜欢我视频的话 记住点赞收藏投币加关注 也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 刘哥魔玩 想第一时间看视频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 也是刘哥魔玩 那么兄弟们 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